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系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6月2日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为了感谢水利人对这片土地的贡献 经济部水利署特别举办水利节 继水利署70周年大会 总统蔡英文特别出席表扬了水利人终身成就奖 同时也表示 面对气候变迁 水利人应做好准备 并呼吁共同支持前瞻水环境建设 总统蔡英文亲自颁发掌牌 要感谢他们一路以来为台湾的努力 为了感谢水利人对于土地的贡献 经济部水利署特别举办水利节 继水利署70周年大会 总统蔡英文特别出席表扬水利人终身成就奖 在这里我要代表国家 向各位水利人表达最诚实的感谢 谢谢一代皆一代的水利人 一路以来为台湾的努力 各位的付出成就了台湾的发展 总统表示今年遭逢70年来第二哨的冬雨期 感谢水利署采取积极的预警及处置 和气象局紧密合作 把握封面期间实施人工增语解除缺水危机 一为大家的付出成就了台湾的发展 水是支持国家发展非常重要的支柱 在这个之处之中 过去70年来 我们水利全被完成了非常多的重要工作 各位为台湾做常有的推广和建设 坚持为满足风水防洪减灾和使命更容易 借着今天庆祝水利节的场合 我要向各位注意 未来在逼命水 在逼命气候变迁的防洪探的工程上 我也要请大家继续努力 我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 而在会场外则有年金抗议团体高分被抗议 许多参加活动的民众都要经过层层关卡 才能进入会场 附近的居民也不免抱怨 场内场外两样琴 也让原本欢乐的气息少了几分 蒋子环台中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